好,我们看到这一艘瑞星轮在基隆外海触礁 除了造成了人员伤亡之外 船上的燃油也大量外泄 把基隆跟万里交界处的海岸染成了一整片黑 而一整天的风雨交加更是增加了清理的困难度 目前只能够利用吸油棉 把这些油污吸多少算多少 黑压压的油污随着海浪不断被拍打上岸 基隆外木山海岸原本白色的沙滩 现在全都被染成黑色 还不断发出浓浓的油污臭味 二三十位工作人员只能拉起一道道的吸油棉 能吸多少算多少 强风夹带着大雨 也使得油污清理工作非常困难 别说船只无法脱离现场 因为风浪太大了 连出海拉起海上蓝油所都有困难 估计污染的范围有两到三公里 瑞新油温所携带的油品大概只有312吨左右 那么目前是向东南边来扩散 扩散的范围是以大五轮渔港将近有两三公里的范围 由于事故地点临近合一合二厂 环保署表示索性对核电厂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还是威胁到协和火力发电厂 我们已经通知了这个协和火力发电厂 希望他们在取水口附近要注意有没有油污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 协和电厂也愿意做停机的一个处理 环保署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并将向船东提出求偿 现在也只能希望天气能赶快转好 才加速清理的脚步 记者综合报道